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为了减轻医院急诊室负担 台中市推出了诊所PCR得来素 今天上路 一共有7家基层诊所加入了裁检的行列 但是这也引起了诊所附近住户反弹 因为他们担心这配套措施不够完善 反而会增加他们的染疫风险 诊所外裁检站医师穿上装备 替民众进行PCR检测 为了减轻医院急诊负担 市府推出诊所PCR得来素 今天在全市7家诊所正式上路 现在因为疫苗已经打到一个尾声了 那患者因为开放了嘛 所以患者越来越多 这个PCR也是有它的需要 所以我们也是配合政府的一个防疫策略 一位在南屯的这家诊所来说 采电话预约的方式 周一到周五每天可以裁检20人 基层诊所投入PCR行列 要为防疫尽一份心力 但这也引起附近住户恐慌 大楼住户忧心社区当中都是老弱妇孺 而来到诊所的多半是自行快篩阳性的民众 就怕增加染疫风险 台中市从5月3号开始确诊人数截连破千例 7号开始更是连续三天飙省两千例 目前社区筛检站的筛检人数 平日大约在两千上下 随着确诊人数越来越多基层诊所投入裁检行列 早晚早上三个小时晚上两个小时 最多就是20个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规律的 就是平常的门诊 还有在打疫苗 而且是在户外 户外就是有很多都 都有我们很大的这个反对声音这样子 所以也不排除会暂停 诊所PCR上路原本是每一益状要加强医疗量能 但周边住户担忧相关动线两者如何兼顾 双方恐怕得在协调